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常的男人 他的眼睛却拥有超能力 看什么都是慢镜头 今天虎将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慢放镜头》 监控室里 这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叫小帅 他眼睛的超能力可以准确快速地帮警察追踪犯人 大家都拍手称赞他 但小帅心里其实并不开心 从小时候开始 他就因为这个超能力而苦恼 运动会上 小帅跑步时因为眼睛的速度太慢而晕倒 他只能靠戴墨镜来缓解病情 爸爸挣的钱都拿给他看病了 虽然有时他觉得这个超能力也不是坏事 但他奇怪的打扮却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 这时一个叫小美的女孩出现了 小美主动和他交了朋友 还鼓励小帅画画 可好景不长 小美因为跟小帅在一起 也受到同学的排挤 于是他也只好离开小帅 小帅只好每天在家盯着电视看 就这样他度过了孤独的童年时光 长大后 爸爸在外面打工出了事故 小帅只好自己出来挣钱 医生告诉他 他的眼睛迟早会失明 小帅决定运用自己的能力找一份看监控的工作 这样他就可以多看看世界 他看着监控 里面的人都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感觉这和电视剧也没什么区别 这天下班 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是小美吗 小美正在被人追债 他走上前 小美似乎没认出他 反而还朝他大吼 从此 他就每天在监控里寻找小美的身影 这天下着很大的雨 他拿着伞站在小美身后 但小美却说他认错人了 还大骂小帅是变态 小帅很苦恼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追到小美 这天 他跟着小美上班准备去送花 眼看着一辆大巴车急速朝他开过来 他赶紧把小美拉到一旁 小美也愣住了 他对小帅的印象也逐渐好转 两人一起出去吃饭 小帅给小美演示他的超能力 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从此以后 小帅每天都跟在小美身后陪他回家 沿着他走过的路 记下他走过的部署 把他经过的地方全部画出来 小美也知道 小帅在监控里看着他 于是故意在摄像头下逗他开心 但不巧的是 他又被追债的人缠上了 小帅从监控中看到这一幕赶紧跑来救他 然后两人来到一个公园 此时正是落叶的季节 他们站在树下 小美说 抓住飘落的树叶就能实现愿望 这对小帅来说轻而易举 他运用自己的超能力不停地抓取落叶给小美 小美的愿望是想去看大海 小帅决定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他找到自己一直在监控里看到的公交司机 因为公交司机是他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有车的 他跟着公交司机上班 晚上陪他打棒球 虽然司机不认识小帅 但还是被他的真诚打动了 终于 他们坐上了前往大海的车 可事情却远远没有想得那么顺利 在收费站 他们被例行检查的交警拦住了 原来公交车不能开上高速 他们只好返回 但小美看起来一点都不遗憾 他已经感受到了小帅的真诚 第二天 小美却突然消失在了监控里 小帅怕他出事 于是赶紧跑出去找他 没想到小美突然从巷子里跑出来 他走进小帅 然后摘下了小帅的墨镜 这是小帅第一次看清面前的女孩 小美为他戴上围巾 两人终于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小美也说出了真相 他告诉小帅 自己确实是他小时候认识的小美 他只不过不想让小帅看见自己落魄的样子 正当小帅陷入爱情时 小美却出事了 追债的人跑到小美家 把他家弄得一团乱 小帅赶去帮忙 但眼睛却突然开始看不见了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美被欺负 小美带着自己的行李离开家 却又被杀人犯给盯上了 小帅跑去救他 在奔跑的途中 他的视力越来越模糊 眼前慢慢变得一片漆黑 小美即将被杀人犯带上车 小帅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朝小美狂奔而去 运动会加快他失明的速度 但他管不了那么多 在他救下小美的那一刻 眼睛也彻底看不见了 身边的人都为他感到难过 但小帅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从此他再也没有去照顾小美 突然有一天 小美遇见了拿着忙账的小帅 看到小帅现在的样子 他忍不住蹲在地上大哭 小美一路跟着他走进一家画廊 画廊里挂满了小帅为他画的画 即使小帅失明了 也能完整地画出小美的样子 就这样 小美每天都默默地跟在他身后保护他 小帅也终于感觉到了小美在身后跟着自己 随后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的结局虽然有些悲伤 但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小帅虽然看不见了 但他心里的世界却永远美好善良